赵老康一批判出来 年轻人好高兴 原来赖清德差不多也喝全糖珍奶 还有些其他的小的题目 其实赖清德本人是蛮有趣的 我是认为这一点对赖清德是毫无伤害 赖清德也发现了 我看到他的主题其实现在就是轻描淡写 就是这样跟他回应 你们要批判赖清德的人 要好好去研究他一下 多读点他的这个 他写的两本书 他出版的两本书 还有他的很多的小故事 其实都散落在不同的 电视台的访问或是报道里面 光是这一点 我觉得赵康真是踢到了甜点铁板 完全是出手错误 是的确 郑昊怎么样看 赖清德是没得打是不是 打这种喝全糖珍奶 让人家觉得啼笑皆非 那也可以对照现在郭侯之间的 这种剑拔弩张 所以在称托外界会怎么如何看待 这双方蓝绿阵营目前的最新态势 我很好奇 喝个珍奶怎么了 然后那些政治评论员 刚刚提刚写说 今天要攻击赖清德喝全糖珍奶 他们没有觉得这个通告费很难领吗 他们觉得这要攻击什么 你不知道讨论国家大事吗 就你提刚写说 赖清德喝全糖珍奶 还是全糖珍奶是个犯法的行为 我们来要立法 禁止卖全糖珍奶 喝全糖珍奶 要进乐界所比照抽大麻 不可能吧 那请问你要讨论什么 就是有什么好讨论 还是说我们未来警察酒册 要多加一个血糖仪 血糖过高形同酒册抓起来 不可能吧 你管我 你管我 所以我也是在政论节目 也是混了几年 我都很好奇说 到底这个政治评论 尤其是在莱茵的 你怎么骂得下去 就是觉得匪夷所思啊 对 你骂得不会笑场吗 你不会觉得自己很丢脸吗 荒谬 会不会愧对你的子孙 有一天你的小孩 打出来说 爸为什么你以前骂戴气的 很奇怪 这一件事 好 另外一件事 我觉得赖清德因祸得福 我觉得赖清德一直对我而言有个问题 就是他是很远的人 我不太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感受他都永远穿着西装 穿着衬衫 如果连我跟赖清德的感觉都是很远 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我不知道他讨厌什么 我觉得他这个对我而言是 缺乏血跟肉的人 对不对 我相信他是个好的领导人 可是这一块很缺 赖清德一直想要这个争取年轻票 因为年轻人的喜好是很分明的 我要先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可是当赖清德这个全堂真的 坦白讲他也没想到会爆红 这个爆红我觉得让我们拉近的跟赖清德很大距离 就是原来他也是跟普通人一样 有口腹之欲 偶尔想要这个吃些垃圾食物 不光是吃甜还有全堂 对 我要很甜 要超垃圾 不是也不知道要超甜 再加上很多台南人的光荣就来了 我们台南人本来就吃全堂嘛 我们台南的半堂是台北的全堂 搞清楚状况 我们连肉根都是甜的 对啊 我们没有不甜的嘛 对 我们粽子都给你搞成是甜的 那个酱也甜的 这台南人的光荣感又出来嘛 有很多台南人说 什么不健康 台南最不健康就是国民党 我也看有人这样骂啊 什么全堂不健康 台湾最不健康的就是国民党 台南最不健康就是国民党 也有人这样骂啊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说政治上有时候危机是转机 他是一念之间 他反而因为这杯饮料 让赖清德拉近跟一般人的距离 也拉近对年轻人距离 否则我觉得一般人都会想象 赖清德是很养生吧 好像都喝人生 生茶 生汤 然后吃蔬食 配鸡胸肉之类的 原来我们都一样 我觉得真的 我要说到这件事很重要 很难啊 所以我觉得坦白讲 另外一个角度 我觉得因祸得福 郭侯现在还在力拼党内的征招 那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白营的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呢 今天早上登记 他们的党内参选总统 那其实呢 这民众党是一人党嘛 不会有别人 而且柯文哲早就说过 他要选总统 不选才是新闻 那要请教明玉 因为先前呢 国民党就一直在讲说 要蓝白河啊 要非绿大联盟 所以呢 这次宣告这种所谓的 蓝白合作破局嘛 但是朱立伦今天又说啦 他坚持合作的决心 但问题是 民众党也说 国民党到现在 从来都没有派人 来跟民众党接触过 所以现在的情势 到底是怎么样呢 柯文哲不是说 他听到蓝白河他不想听了吗 虽然讲了 柯文哲这个是一人政党 但是人家今天去登记 选总统也花了两百零五万 不得了 两百零五万出来做登记 那今天他在讲 为什么蓝白河不可能合的原因 他说我们这个DNA不一样 所以就不可能合嘛 那我必须讲 就是说事实上政治现实来讲 今天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今天某一报就有写说 独家蓝白河第一枪 台中市第六选区 要蓝白河 那你再摊开那个新闻一看 哇赫然发现 是那个台中 国民党的议员 罗廷伟 是民众党的主委 说他要去挺这个罗廷伟 那你看蓝白河开第一枪 结果谁被吃掉 是民众党被吃掉 民众党那一句不提人 他去支持这个国民党的 所以你看蓝白河第一枪 结果下场是什么 是小党被吃掉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 你今天讲蓝白河 到最后还是以大吃小 柯文哲很知道这个情况 那在现在就我了解 蓝白河白就不见了 对白就会不见 而且对柯文哲 对民众党来讲 他们现在要找那种趋利 基本上是很难找到 因为对他们来讲 就是你有地方组织 系统的 或者说你一些地方投人 不是被绿的吸走 就被蓝的吸走 他根本就找不到 就找不到 就是真的人 所以他们 比如说像上次的议员 或是怎么样 你就只能变成找一些素人 找一些网红 变成就是这些咖 所以是民众党 一个很大的困境 那回过头来 再来讲 那王世坚 昨天不是也吃了 这个柯文哲豆腐 他讲到说 他大胆的预测 九月份的时候 这个柯文哲一定会退选 自己纳入不分区 为的就是要争立院龙头 就柯文哲今天当然回响回去 我们要拌得大 如果王世坚你输的话 要囤去棍球 他就这样跟王世坚 但是这个虽然是两边在呛下 可是就我们从政治记者角度来看 我认为说柯文哲 他会去争取这立院龙头 我自己也觉得不太可能 第一个 你以国民党 现在跟民众党的生态 国民党 他现在再怎么不计 也38席立委 那你民众党也才5席 那说实在的 他们国民党内 想要角逐立院龙头的人 不在少数 你说赖世保 然后还有傅昆奇 那真民众已经两届了 可能没什么希望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国民党再怎么样 也是一个泱泱大党 他怎么可能让你一个 只有五席不分区的 那就算今天柯文 民众党 这样不合理 对 就算让你民众党争气一点 你冲到八席 那你问题是 人家也是比你多很多倍啊 他为什么凭你 凭什么要让你当立法院龙头 再来就是说柯文哲 他如果说没有立院龙头的话 只做一个阳村立委 做一个阳村立委 他113席的其中一席 他也不会愿意嘛 所以我觉得这我在旁边 我觉得这看 大概只是政治口水啦 好那回过头来啦 现在炒作蓝白河 那当然现在最主要的契机 是希望说 还是希望可以侯柯佩嘛 因为不是那个美艺岛电子 报名调 显示 唯有侯柯佩 可以击败赖清德嘛 但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难啊 这只是说柯文哲在被吃豆腐 那现在侯友宜在干什么 侯友宜现在这五天 不是被绑在新北市议会嘛 这五天真的是侯友宜的深水区哦 就我了解 就是卓冠廷啊 六日两天都还闭关 他在家里要开始磨刀霍霍啊 那当然就是说 现在对侯友宜来讲 是进入深水区 他看一方面 看到郭台铭跑得那么开心啊 整个声势起来 他就只能在议会 而且现在是面对民进党团 要被严重的修理哦 那当然考验 就是说侯友宜 还是像上个礼拜 那议员你讲你讲你讲 还是要这样子吗 那我觉得这样是过不了关的 我就要讲 我这边报一个料 现在看起来 国民党一直要把那个侯友宜 做成他是国民党的那个神啊 就是这个也可以瞧 那也可以瞧 都是他到处可以协调立委的 昨天不是还问王金平吗 就说哎呦 现在瞧王的那个人头衔换人当了 对不对 然后那个王金平还说 换人当很好哦 瞧是一个正面力量协调 这两天不是最新的消息 他瞧了哪一区 他瞧了张思刚 陈崇文那区 对不对 就我讲我负责 你要不要去问国民党 张思刚那区我也要提醒静平 张思刚那区的民调 是五月一号到五月三号 你知道国民党出了一个大包 那天忘了做民调 什么忘了做民调 他忘了做民调 真的 我说我讲我负责 真的 他那区他忘了做民调 有种这么荒谬的事 王吕锦如忘了做民调 忘了做民调 那有这个事情 真的 有这种事情 他们两个没有协调 比如说两个几月几号 然后三家民调公司 然后他们那天就是忘了做 这个扯到爆 对 民调公司不可能忘啊 那收了钱要办事 你去问那个 其中的一个议员 反正真的他们就是 忘了做民调 忘了做民调 就是没有做民调 没有缺好民调公司 没有约好交通上的误会吗 就第一天没有做 所以呢 你就说这个到底要 这根本就是 这扯到爆 这真的很扯扯到爆 不可思议 我听了我也是觉得 非常不可思议 但是其中的一位议员 就证实说真的忘了做民调 我也忘了 反正轮到你的时候 你自己小心 国民党的烂账就对了 对啦 就烂账 那只是说又把credit 做给侯友 是他在瞧的 说实在最后我要讲了 地游书会自己也公开讲 他说真的能够 瞧动他的 就只有好龙兵 但是事实上 哪是侯友宜呢 还是做给了侯友宜 所以我觉得 现在国民党的那个 谁还蛮清楚 对 金平宜员 侯友宜现在绑在议会 那如果说绿云 其实磨刀祸祸 其实用另外一个角度 来思考 对侯友宜是好事啊 让他可以有表现的机会 不是吗 那问题是就在于 他这个议会当中 到底能不能为自己加分 不不不 还是战战轻轻 真的还是战战轻轻 还是把这个GPT 发挥到极限好了 因为比起这个 郭台铭的这个饰演 他这个时候 他有任何讲错话 他没有犯错的空间 刚刚我们前面讲 郭台铭苦苦追赶 急起直追 在议会面对这个 绿云的议员步步进逼 他必须得回答 什么都要小心 以免留有伏笔 比如说他现在讲的话 假设真的提名他 总统大选回过来打他 你当时在议会怎么回答 这个民进党议员 怎么答询的 所以稍有不慎 他回过头来 要怎么去圆 现在在议会所讲的话 就很尴尬 所以不能时问时答 要时问时答 不能打非所问 反正你可能要想办法 他自己要想办法 去面对他的 侯氏的这个与会 虽然字典翻过来 翻出来没有多少字 但是还是要想办法 撑住 这是他必须坚持的 否则之前 忍耐了那么久会破功 所以他在 民进党的炮火熔熔之下 他一定要特别的 这个小心 当然他不会 被采取像以前 那个韩国瑜的 这个做法 会直接的火车 这个对撞 那现在你看到他 对这个民进党议员 有些的状况 他是战壁其风 然后会笑一笑 要不然你教我 然后听你的指导 怎么等等 很客气的这个方式 这也是 是柔性的一个方式 所以外界会看后 到底会怎么表现 那再来蓝白盒的部分 柯文哲好像面对 国民党的时候 特别讲政治理念价值 讲得很大声 相对于他会觉得 国民党就是又在搞 密室政治 我从头到尾不觉得 柯文哲会退 那国民党也没有要搞 密室政治 想要跟柯文哲 好好的谈 希望他不要选总统 就是不要变成有 撒卡都的机会 就是把柯文哲 桥调 桥调柯文哲 或者是协商 在野的这个 不断的世界各国 不只是台湾在内 都会希望说 在这个共同推出 在野的人联盟或阵营 共同推出一个候选人 可是那怎么可能 调掉柯文哲 所以我说柯文哲 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他必须 顾照民众党的小机 民众党有区域立委 跟不分区域立委 要有赖他 好好逮捕 带着他们去冲 那眼下这个民众党 有可能冲破这个席次 超过十席的 这样一个机会 柯文哲怎么可能放弃 你叫国民党的候选人 不管是侯友宜 还是郭台铭 去带动他们吗 不太可能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所以对柯P来讲 他必须坚守住 他在民众党主席 我必须顾着 他的这个全部的人 那他的想法是 他避免成为这个民众党 像以前清明党 或时代力量 等等这些政党的泡沫化 所以他必须让自己的声势 你看那个美丽岛电子报 吴子嘉同事长 上礼拜公布的这个民调 其实前几天 我跟郑浩 我们都还在 有在节目上谈 柯P的这个民调 其中一份都还赢过 郭台铭的死亡交叉 百分之零点一 22.6比22.5 对柯P而言 他有什么好让你调调的 所以我是说不容易 这个在野大联盟 非绿的联盟 是一个理想 当然希望能够跟他合作 用立委的这个部分来说 你提我就不提 我提你就不要提 这样子来做一个交换 不要两个都提 那就变成民进党的立委 候选人会得力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碰到总统 这个还有可能合作 但是碰到总统大选 就可能寸突不让了 而从这个陈佩吉 之前在脸书上 为丈夫发声的 这样一个内容来看 他好像也是几乎锁定 就是我不可能不选 一定要选总统 也不可能当人家的 这个副手 当然我之前有传出来 听说 如果是郭台铭出现的话 柯P那边是不是 想当郭台铭的副手 就是郭柯佩 就是郭比较容易整合柯 但是这是外界的 这个传闻 也没有办法获得证实 以柯P的这样一个想法 我觉得你说要 郭去整合他 第一要看看郭 自己能不能 在国民党内出现 侯友宜的确是没有办法 去整合这个柯P 两边相较的话 那柯文哲 他有很大的筹码 所以你说 今天蓝白盒 是不是正式破局 我也觉得 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方 因为你还有立委的部分 必须跟他 好好的去协商 那可是等到九月 不是说传出来 柯文哲九月会退决 我觉得这样讲 对柯文哲不公平 因为中选位还没有正式的公告 你到柯P 真的会不会登记 然后到九月的时候 真的会不会成为 总统大选的候选人 这很难讲 民众党反正 他一定有这一张门票 他如果登记 他是党主席 他是民众党 唯一的一哥 唯一的候选人 那也一点都不意外 只是登记下去之后 就没有退的路了 退的可能 所以从现在五月 到这个九月 还有四个多月 当然就是民众党 摆定了不可能 跟民进党谈 只有剩下国民党 那国民党要怎么样 说好好的在跟他 这个协调的这个部分 五月当总统候选人出来 六七八 九月几以前 还有三个多月 可以跟他 所以这就是朱立伦 想尽办法 能够跟郭台铭 或是侯友宜 还有柯文哲三个人 都不要撕破脸 真正的原因之一 因为你现在把话讲绝了 以后都没有任何的空间 是来正好 这个看起来 柯文哲是不太可能会退选 或者蓝白盒被桥掉吧 这看起来可能性是非常的低 所以这个 那现在朱立伦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招 可以跟柯文哲 进行所谓的合作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蓝白盒合作的空间 目前还是有 目前合作空间 可能会是立委的部分 对于国民党来说 蓝白盒这个盒 有没有可能上升到 总统层次的蓝白盒 今天提侯友宜 不可能蓝白盒 对不对 可是如果今天国民党 提的是郭台铭 那有另外一种 蓝白盒的微小机会 这是第二种可能 所以我要谈从立委到总统 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 完全没有可能 它是存在可能的可能 不管这可能率多小 但是不是零 它就是另外一件事 好这一件 另外一件事情是 对于柯文哲来说 他为什么要去领表 很多人单独解读说 柯文哲去领了 这个民众党的 总统候选人的表 就代表蓝白盒破局 我也不认为应该这样 他是表给国民党看吗 不是假笑嘛 民众党就你一个柯文哲 你领什么表 没有别人嘛 你今天国民党连表都不敢发 表一发张亚中也来了 赵正康也来了 一大堆人都来了嘛 然后呢民进党 赖金的那时候去领表的时候 还担心有陈咬金杀出来 可是这个状况在 民众党没有发生嘛 你说黄珊珊会去领表吗 不可能 还是黄敬营去领表 不可能 还是陈又诚去领表 就没有人 不可能嘛 你总是就领一个柯文哲嘛 他去领这个表 不是形式 是政治动作 对不对 他领这个干嘛 给谁看 垫高自己的声望 这个可以干嘛 民调有可能会上升一些 因为已经这种一无既往感觉 第二个刷刷声量 第三个增加跟国民党谈判筹码嘛 所以一举多得 对一举多得 否则你为什么 领表是11月去中选会领表的 对 请问你一个民众党当中 内领表 对啊 也是要大张旗鼓 要宣传啊 假动作 而且他宣传多久了 从美国回来的那天就说 我只话领表 后来还只说 不是之后 是要什么时候 想选总统的人 这种肇事宣传不嫌多 对啦 所以说你看这个领表 他真的不是一个形式 是政治 对 太多意义了嘛 所以我认为了 有没有可能 从上到下的完全整合 当然很不容易 对 他的几率绝对不是零 是 来 郭东哥 所以呢 柯文哲这样的一个大动作表态 其实宣传跟造势的这个用意都兼具嘛 他而且特别是对国民党 会产生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钟摆效应呢 没有错 柯文哲登记以后 他的身份就不一样 他是民众党将要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那个谈判的价码就不是像 当时他下来说 无业什么 什么都没有 那不一样的啦 你现在要蓝白盒 你不开出一个让他可以点头接受的条件的话 他怎么会同意呢 所以每个政治人物算盘打得很惊啦 只是我们这一场国民党拖到现在这样子 我会觉得都是朱立伦自己造出来的 2024会不会说一项好好会拖给你拔到输去 有可能耶 因为四年前无东义就是机关算尽的 最后算到自己都都漏空了 现在朱立伦自己挖了这么一个大的坑 自己好像一直要往下跳的样子了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你打出了几个口号 把你这内部的整个初衔的制度整个都破坏光了 什么灰力联盟 柯文哲第一个就反对灰力联盟 柯文哲是主张联合政府 不要什么灰力联盟 因为你的灰力联盟 让郭台铭有机可乘 郭台铭是不是国民党党员 他为什么这次会大张其舞 砸钱在这里搞 因为就是你朱立伦讲的灰力联盟 所以我也有机会啊 我在挑战啊 这就是朱立伦你自己挖一个坑 如果说你的初衔制度定出来了 大家不要讲就是这个制度了 那郭台铭你还有什么挑战的机会呢 你根本你要加入国民党 国民党有党规党纪在那里 所以朱立伦挖这样子到最后呢 会不会误了自己的命 机关算尽 结果会怎么样 我们现在看 国同格那特别是侯友宇的部分 因为他相对于郭台铭 就一直没有表现机会 就在议会 那因为特别我们注意到 前高雄市长杨秋新都说 你侯友宇就是韩国瑜的2.0版 你会输很惨 侯友宇真的在议会的表现 真的让人家真的瞠目结舌 怎么讲 你当过八年的副市长 你当过四年的市长 你怎么在第二任 到一个你本来的议会 熟的议会 结果你应付不了达行 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的 你上一任刚当上市长 都还不如 还不试任 我意思是他心不在议会 他整天就想要往外说 你自然就会表现 让人家觉得说 这种市长不够假了 做到这样来 连市长你就做不好 你要怎么问上大位呢 所以这次他在议会里面 照道理讲 不管蓝的立的议员在问 你是当过四年市长 你应该都戳戳有应物 戳戳有疑嘛 结果没有 都没有 就是说你开始的时候 真的都没有想到 被逼到这种地步 然后你现在怎么解决 没有人可以救援你 问题全在你那里 杨秋星这样讲你是挖苦 你真的是连韩国瑜都不如 韩国瑜至少还搞出一些 无厘头的很多 让大家笑 你在那里 当你在三言公主持人讲 郭台铭的八成财产在中国的时候 我看口友宜的脸真的苦瓜 他不愿意这样攻击郭台铭嘛 结果你支持者 还是拿这一套出来攻击 所以我说都是朱立伦本来好好的一个制度 你自己把它弄成这个样子 最后你搞的郭台铭这样在拼命 然后侯友宜现在骑虎南下 怎么搞成这样一个无理 但是我们不客气 我要补充说 赖清德被攻击说喝前堂珍奶 我这是摇头 当然我是不能喝前堂 我是觉得喝五堂的 为什么你赖清德找不到东西攻击 会攻击好像 因为政治问题攻击不了他 台湾酸民 看清楚了 一个要酸好酸人的 有够主见不够主见 不只是内涵 还有形象 赖清德形象当年是被讲是白色巨塔 日剧白色巨塔的唐泽壽名 对 你那个形象多好啊 你看他唐泽帅到不得了啊 你今天要怎么去毁坏他 没有办法的 所以赵赵刚只能去打一个全奶真奶 不然他要打什么了 赖赖玉将军来 我其实讲 大家已经觉得说朱立伦是不是疯了 为什么要让本来是1比9 就是郭台铭只有1%的支持度 然后侯友宜有9% 现在达到55波 其实朱立伦并没有疯掉 为什么说他没有疯掉呢 因为只有这样子朱立伦才有价值啊 对 如果你打到1比9 那就是侯友宜了嘛 那要朱立伦干什么 朱立伦有什么斡旋空间 那可能达到55波以后 就有转旋 就有那个所谓的转弯空间呢 如果侯友宜在关键时候真的不行了 郭台铭可以上啊 如果郭台铭犯了致命的错误 那就原推侯友宜 他永远留个备胎 他要帮他多年前那个换柱的阴影 还要做一个进阶版 对就是在7月31号党代表大会之前 他永远都有一个备胎 因为征召了又不代表提名 你又还没有经过党代表大会 我随时会因为征召而调整而改变 他讲滚动式的最强的嘛 对所以说即使在5月底前 他们提出了最强的候选人 这个人到7月31号 党代表大会之前是不是最强 不见得啊 对 所以余将军这角度 这个朱立伦真的是淬炼这两位 郭侯两位候选人 因为这一次国民党最想赢的人是谁 朱立伦 他是最想赢的人 他即使他不是自己赢 他也要想国民党赢 朱立伦用心良苦 真的对朱立伦 真的如滔滔江水 佩服的不得了 对所以我才说郭台铭也好 侯友宜也好 你们都是朱立伦的最强战将 你们千万不要放松 一放松朱立伦就没价 那柯文哲 柯文哲这样还能怎么谈 他又把国民党批了一顿 密室是个协商等等 那现在的合作空间 是还有多少呢 就这么一点点吗 柯文哲的合作空间 不在于柯文哲的价值 而在于国民党最后推出来的人 谁可以把柯文哲 绝大多数的支持者吃掉 对这才是真正朱立伦要走的旗嘛 那朱立伦说侯友宜 他说我有办法 那郭台铭说我也有办法 那现在朱立伦就看 到底谁有办法 对那现在还看不出来啊 未来就看得出来 未来如果真的暂时先提出 侯友宜是最强的 侯友宜你去整合柯文哲看看 你这么厉害啊 整个台北市被你整合光了 这么厉害对不对 那柯文哲整合一下 如果柯文哲没有办法 这个侯友宜没办法整合柯文哲 那郭董也不要放弃啊 他来整合 如果他可以 哇整合柯文哲 远远比整合台北市满天神佛的 小国民党厉害得多了 对所以我就讲 所以蓝班和是随着 这个郭后两个人的声势 在变动中 滚动中 就是朱立伦永远不把 最后的底牌亮给所有人看 对因为这次厉害的是说 他让中常会 全权授权给朱立伦 朱立伦的决定 就代表国民党的决定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厉害 这次真是太厉害了 没有人敢说为什么 你到国民党中常去问问看 说到底要挺 我还是挺过 没有人知道 就连秘书党都不知道 你看多厉害 这是朱立伦